兰姨站在门口 看见太太回来了 心里很是高兴 兰姨 子凯呢 在客厅里 承诺听到后急忙往客厅里走 当承诺来到客厅里 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 看到沙发上躺着的人时 承诺的心猛地颤了下 诺 诺 阿凯 我回来了 承诺伸出手 护摸着贺子凯的脸 罪意中的贺子凯 感觉到脸上有什么东西 眉头动了动 随后掀开眼皮 诺儿 真的是自己的诺儿 诺儿 嗯 是我 我回来了 对不起 是我没保护好你 我不要你说对不起 我只要你说爱我 我只要你的爱 好 诺儿 我爱你 此生 只爱你一人 我也爱你 阿凯 早晨 承诺在闹钟还没有响起之前就醒来了 吃过饭后 两人各自开着车去上班 而此时 在贺一大厦门口 大嫂 你就等着吧 今天 我要让承诺那个贱人在贺一帝国待不下去 嗯 反正啊 去文化不闹就是了 但是影子 你要记住 千万别说贺子凯和承诺结婚的事情啊 要不然传开了 我们谁也吃不了兜着走 嗯 放心吧 我怎么可能说我的凯娶了别的女人 就算要说 也应该说凯娶的人是我 大嫂 你就等着看吧 我今天不止要颠倒黑白 我还要把文化不闹的一团糟 然后赶走承诺 好样的音发 就应该这样 挂断电话 柳自颖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扭着小蛮腰 向电梯口走去 离上班时间还有二十分钟 此刻的文化部办公室里 只有几个同事来了 承诺的办公桌是哪个 那盘 第二个位置 柳自颖站在承诺的办公桌前 随后拉开承诺的办公椅 坐下来 开始等候承诺 离上班还有五分钟时 承诺才走进了办公室 心里完全没有想到 柳自颖会出现在这里 请你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柳自颖听到承诺的话 身子也缓缓站起来 请我出去 你觉得 你请得动我吗 还有 这里凭什么不欢迎我 我是贺一帝国未来的少夫人 凭什么不欢迎我 这一下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惊呆了 贺一帝国未来的少夫人 那不就是 总裁未来的老婆吗 你想要怎样 我想要教训你这个贱人 还有 劝别让你周围的人 看看你的真实面目 柳自颖 你最好现在出去 要不然 我会叫后勤部的保安过来 柳自颖轻笑一声 顺时上前一步 想要再次甩承诺一巴掌 承诺这次反应非常快 意识到她的动作 快速抬手 就在她的胳膊要扬下来时 一把挡住了她的手 随后用力一甩 将柳自颖推开 顺时 柳自颖更加气愤了 凶狠的眸光盯着承诺 缓缓站直身子 还真是长记性了 吃了一次亏 不愿意吃第二次了 自然 你傻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傻 柳自颖听到承诺变相骂自己 心里气得不轻 承诺 你就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你们天天和这个贱人一起工作 就不知道 她经常犯贱吗 我告诉你们 她就是个不要脸的女人 勾引有钱的男人 还和那个男人的侄子牵扯不清 这个女人 就是个实属实的小姐货色 见到男人就往男人怀里钻 不知道啊 跟过多少男人 她 就是个肮脏的人 周围的人 几乎都不相信柳自颖的话 承诺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相处了这段时间后 心里都很清楚 她根本就不是 这个女人口中说的这类人 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柳自颖说完 迎面就扑了上去 开始私打承诺 然而承诺也不想这么甘愿受欺负 开始还击柳自颖 两人私打在一起 承诺 你这个贱货 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承诺不顾柳自颖的叫马 感觉到柳自颖的力气明显比自己大 而且自己才缓尽了一会儿 现在身上已经没有力气了 贱人 去死吧 柳自颖说完 重重的推了承诺一把 承诺被一道大力推开 惯性的就向后倒去 还没等承诺反应过来 就感觉后腰撞到了东西 而且是狠奸的一个东西 诺诺 顾瑶看到承诺撞到了桌角 疼得面孔都变了 立马向承诺面前走去 而此时 承诺大叫一声后 眼前清晰的看到柳自颖抬起脚 精细的高跟斜跟就向自己踹来 不要 就在柳自颖的脚离承诺的肚子 只有十厘米时 顾瑶的身体突然侧过来 直接把柳自颖的腿挡到一边去 随后 因为一道突如其来的力量碰击到腿 柳自颖的另一只腿也没有站稳 顿时向一侧倒去 柳自颖大叫了一声 随后趴倒在地上 而顾瑶因为刚才的急速动作刺激到了心脏 这会儿感觉心跳出奇的快 并且还疼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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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瑶瑶 你怎么样了 你怎么样了 我也没事 不 你是不是心脏疼了 是不是 不要艰难的说不出话来 感觉呼吸都是轻微的 整个身体都发抖了 瑶瑶 你的药在哪里 药在哪里 哦 哦 承诺找到顾瑶的包包 急忙从包里翻出一个小药瓶 用最快的速度往顾瑶身边跑 瑶瑶 吃药 快 吃药 这时 刘自颖已经从地上坐起来了 一边站起来 一边用仇恨的目光看承诺 承诺 我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你 我要你死 我要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安助理来了 安助理来了 艾琳气冲冲的走进文化部办公室 当看到承诺跪在地上 头发和衣服都是凌乱不堪 还有顾瑶也仿佛奄奄一息的坐在地上 艾琳 孩子们 艾琳扬起手 很大力的一巴掌 朝着柳自颖甩过去 力道很大 柳自颖重心完全不稳 再一次趴倒在了地上 这时 后勤部的保安也急忙赶到了 把他轰出去 以后 谁敢让他踏进贺一大厦 就卷铺盖走人 艾琳 你没有资格这么做 黑衣帝国是凯说了算 你算个什么东西 艾琳根本不理会柳自颖的话 自己今天这么做 心里是有底气认为 贺总不会责怪自己的 保护太太 贺总没有理由责怪自己 保安们看到 艾琳没有说话 执行艾琳的命令 将柳自颖架起来 拉出文化部办公室 艾琳 你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 艾琳 你他妈的不是人 艾琳 总有一天 我会把这一巴掌还回来的 之后 文化部办公室里 又陷入了一片安静 崇默扶着顾瑶 去这层楼的休息室 好点了吗 嗯 好多了 太太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太太 贺总她刚 艾琳 你去忙吧 我和瑶瑶都没事了 你待在这里太久 同事们看见影响不太好 好的 那太太 顾小姐 我先走了 柳自颖被轰出贺一大厦后 心里非常气愤 一边往附近的咖啡厅走 一边拿出手机 给李方琼打电话 大嫂 今天闹得不是很成功 怎么了 子凯阻止你了吗 没有 是安静 那不知好歹的东西 居然打了我一巴掌 还把我从贺一大厦轰了出来 妈的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要让她见识到我的厉害 安静现在还真是胆子大了 居然敢打你 她就不怕 子凯辞退了她吗 你颖子 那承诺呢 有没有受伤 说起这个更来气 我正找到绝佳的机会 准备出手时 她那些同事突然上来 破坏了我的计划 那个叫什么姚的女人 我当时要是有一把刀 真想一刀捅死她 算了 赢子 别生气了 这次失败了 我们还有下次 嗯 下次 我一定要让承诺狼狈不堪 最好死掉 安静回到总裁办公区 赫总 那个 刚才出了点事 什么事 安静将刚才文化部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赫子凯 诺儿现在在哪 文化部那层的休息室 休息室里 原来就是今天这个女人 嗯 我原本以为 子凯会处理好和她的关系 她不会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可是今天 我没有想到她会来公司 还说那些 就在这时 两人的余光都注意到了 休息室门口 有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 我 Bapt从这边 我 好不好 我太过了